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Mr.Dixon Chu 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宣言你好 很高兴Mr.Dixon Chu 能够答应我们的邀请 来帮我们录制 关于到文凭哪些事的这个节目 那本期的这个节目呢 我们主要是会在强调文凭跟工作这一方面 所以我们相信Mr.Dixon呢 你之前有在台湾留学过一段日子 那相信你对海外留学 海外文凭 包括到你回来马来西亚工作的这一段经历呢 是可以跟我们在线或者是在观看 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分享的 话说回来咯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呢 很多私人的业界呢都开始逐渐的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文凭的主义者 就是说只要是想要聘请新人呢 很多公司呢都会以文凭为主 就是需要有一定的学历 可能他们才会纳入在他们选人的一个考量之内 我们话说回来在业界里面 如果你是熟悉大马的这个私人的业界里呢 其实我们对Mr.Dixon Chu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 因为Mr.Dixon呢 他就是在著名的这个上市公司Personics Group 担任这个CEO的位置 所以真的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Mr.Dixon 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观点 那其实今天的这个节目里呢 我很想问Mr.Dixon 关于文凭这一方面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都从事在这个教育领域当中呢 都一直有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一些学院或者是有一些学府 不管是大型的学府也好 或者是中小型的学府也好呢 主要是以海外文凭为主的 那我知道呢 其实Personics这个公司呢 每一年都一直在要求的创新创新再创新 这个也是公司的一个我们可以讲是一个slogan 或者是一直想要培育新人才的目标 那当然你们在筛选人才的时候 或者是学生这一方面的时候呢 你们会不会特别预留一些位置呢 是给予海外大学毕业或者是国内大学毕业 因为其实很多家长哦 他们会对于国内跟海外大学毕业的人呢 他们都会觉得说 国内毕竟他是有受马来西亚认可的 那当然我们说文凭的这个含金量 或者是文凭的这个等级可能会相对于更高 那可能会受M&C公司 或者是国际企业公司 甚至是中小型企业的青睐 你们在想要培育创新的人才的时候呢 会不会特别去观看他们是哪一个学府毕业 或者是哪一个大学毕业呢 创新人才实际上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子 我会吸引一批的Freshman 就是刚刚毕业出来的 不管是本地还是国外的 我一般都是会招收一批十个 就是公开无论你是什么背景 只有十个五个 因为我们很清楚的 你十个进来可能过了三个月就剩下几个 然后可能一年后就剩下几个 那你十个里面有一个 留下来能超过三五年 已经是不错的了 所以说呢 创新的部分呢 肯定不见得是你是什么名牌还是 名牌大学毕业 就不见得了 就是我们太多例子了嘛 很多成功的根本都在学校待不下去的 是 所以说那你说你能这样子 以学校的文凭来去判断这个人有没有创新能力吗 我觉得不对 因为我个人也觉得说 其实全世界的教育系统 其实现在都在崩溃当中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教育系统 也说实在 我们也看不下去了 所以说更不用去说到底我们还看不看这个文凭 到最后我们真的是看个人的能力 然后你这个人你从小 你有没有经历过跟人家人类的一个人际关系 跟沟通的能力 跟你的认知 你的观感 你的世界观 你的视野 跟你的价值观 这个方向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 我认为我们还是很小的公司 我们要很强调一点 大公司我也有观察到 大公司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制度 来去筛选那些应聘的人 但是呢 真正厉害的人事经理的话呢 或者是高层的话 甚至老板 甚至是CEO 总经理 真正要去找人才的话呢 不能只是靠人事的制度 也有可能还是要你在现场 去接触的不同不同的人 然后呢从那边认识 慢慢跟他们聊 提到一个概念 你才来去推荐进去 所以说系统要有 是因为你做每天做的事情 但是你真正要去找一个人才的时候 说实在 你可能需要去市场上 像以前看星的概念 你还是要去探听 什么样的人在哪里做得不错 名声 口碑 这些方面 当你谈名声口碑的时候 文凭不见得是第一个条件 对 所以说我从以前开始对于 招聘员工 像我们本身自己公司 基本上我们 我个人前面的十几二十年 我都轻生的去 去面试了很多的人 那基本上我比较 不会去强调看文凭 当然我有看到说 每个人乘上来的时候 有一些也是从国外毕业的文凭 有一些是马来西亚 不管是学院还是大学毕业的文凭 经过我个人的一个体验跟经验的话呢 实际上我觉得不见得是你拿国外的文凭 你的能力跟这个概念跟理念会比较好 很多时候我聘请的员工 反而不是国外的文凭 当然聘请的 就是申请工作的人 也是很多有国外的文凭的 但是基本上我一般比较喜欢 跟他们正面的沟通聊天 看看他们的想法 看看他们的行为 这些观念概念是怎样 所以说对我们公司本身来讲 我个人是不强调的 当然公司里面的人是 每个部门的名道 他们可能是他们一定的标准 但是这个标准呢 有时候是为了方便 他聘请员工的时候的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 这个条件很重要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是收到一个位置 一个空缺 你收到一两百分聘请的申请的名单 那你可能需要有一定的筛选的方式 把自己的工作简单 我也不能怪那个人事部 你如果是一个更大的公司的话呢 你可能更需要用 甚至用AI来筛选 马来西亚算是很简单的 因为马来西亚的公司 尤其本地公司的话 基本上都是用人工的方式去筛选的 所以对我来说 我还是比较强调 个人的特征跟个人的一个能力 跟态度 说实在第一流的人才 已经不留在马来西亚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的选择 相对的也是少啦 那变成既然这么少的话 我就很强调说 我要找的是一个 心态跟态度都对的人 然后是一个好人 因为我们公司不够大 没有办法吸引到最好的人才 但是我需要找好的人 能力不太好 还可以训练 当然这个是出奇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的情况我们希望说 最好你心态又好 能力又好 这是我们的要求 所以说 我相信我们 应该没有定这个 说一定有什么文凭 认不认 承认不认 这个不是 我们应该没有这样的规定 对 也谢谢Mr.Dixon 其实有特别明确的也是有说 其实我们在筛选人士 不仅仅是卓业的企业家 甚至是如果你是比较在意在聘请的精英 或者是人才这方面 当然我们不能只是单靠文凭这一方面 文凭它只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bonus 对只是一个bonus 或者是只是一个认证 来证明我们是曾经有学过这一段的知识 但是它并不能代表说 你进来这一间公司之后呢 你的前途肯定是很远 或者是你能去得有多高 那如果说你父母的思维呢 我觉得说当然承不承认呢 其实你认真去问那一批年轻人 可能他们都不在乎的 是我们在在乎而已 但是我很幸运 我在我的年代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乎了 是 其实刚刚Mr.Dixon有讲到一个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很多父母 他们会特别强调 其实文凭承认跟不承认之间的 这一个重要性 那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学生 或者是作为一个即将要 踏入职场的新人来讲呢 其实我们更加应该要注重的是在于 你所学的这个知识 是否真的能够把你所擅长的东西 通过这个学习的阶段呢 能够展现出来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知识呢 带到我们未来的职场里面 所以其实像刚刚Mr.Dixon所说的 作为父母其实根本都不需要太过执着于文凭承认和不承认之间 当然啦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呢 出来工作之后呢 所拿到的这个文凭呢 是受承认的 但是受承认 我们所知道每一间大学 或者是每一所国家呢 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承认的标准 所以其实只要你在学术方面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呢 不一定是说你只是要锁定在于国内的认证啊 或者是国外的认证 所以我觉得这个思维的那个框框呢 如果你跳出来的话呢 你应该是想说 重点要考虑的是 到底是哪一个学校是符合我的兴趣 我想做 我认为我是孩子啊 我是说我是小孩子的话呢 我认为以后的世界是这样这样这样 那听了我父母跟我讲 那我自己跟我朋友沟通 那我认为未来的十年是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我为我自己打算的话呢 我想清楚的时候我就会去分析 哪一个学校在这个领域是最好的 我应该是往这边 根本是不需要去考虑 这个学校出来的文凭 它会不会承认 对对 因为你去到哪一个国家 不管你去亚洲去 美国欧洲去的话呢 你去了一个比较口碑很好 比较大品牌的学校之后呢 你管它承不承认 你做得好 成绩非常棒的话 你非常优越的话呢 你不一定要回来马来西亚嘛 你为什么一定要想说回来马来西亚 要靠这个马来西亚政府来去承认你的文凭呢 如果说 你要知道说现在所有的政治 所有的一个教育体系的话 都跟我觉得都跟政治有关系 所以说成不承认的是另外一个人玩的游戏 我们玩的游戏 我们玩的是说 我是不是从一个大品牌 我认为是这个 可别非常好的学院 学校出来的 我有这个能力吗 我有这个能力 我就够了 我才不管你承不承认过 所以其实Dixon 您在公司运作的这期间呢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到 就是通过你刚刚所分享的一些概念呢 就是说 现在的时代呢 尤其是父母 包括现在的学生 我们不用再刻意的去参考历年来的一些传说 历年来的一些传统的概念 就是说 其实你要踏入一个大公司上班 你首先一定要有一个认证的文凭 或者是等等 当然认证是非常重要 但是认证呢 它仅仅只是一个部分 来证明你所有的这些学历 但它真的不能够代表说 你来到了这一间公司工作之后呢 你可以去的多远 或者是你将来你在这一个公司上班 是否能不能解决到公司的问题 那在我们的节目尾程之前呢 我想问问Mr.Dinson 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想要对我们 在观看这个节目的观众父母 尤其是父母或者是学生 这一方面想 想Advice的呢 就是给他们逃脱 关于这一些传统的概念 就是对于文凭认证 这一方面的思想 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然我也身为父母 所以我孩子 虽然现在已经二十来岁了 他们都经过了那一段 求学的过程 那我们的体验呢 就是说 说实在从他们到现在 已经二十几年 念书二十几岁 我们没有跟他们讨论过 什么文凭是有被承认 跟什么文凭是没有被被受承认的 根本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讨论的 所以然后呢 我也很清楚的知道说 孩子的未来呢 是我们逼不了的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逼了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父母应该是要 以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 去跟孩子相处了之后 慢慢去发掘他们的兴趣跟才能 然后呢尽量引导 引导你的孩子呢 去那个方向 那引导去那方向的时候 可能你就要去 动用到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说 你所认识的组织 或者是一个不同不同的 情绪朋友还是什么 有在这方面有专业的 那应该要 间接的引导他们去 跟这一群人在一起 让他们 让这个孩子呢 有更多的机会去 证实他的想法 证实或者确认他的想法 然后呢让他主动的去发掘 跟产生那个热爱的 那个passion 继续去追求那个梦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这样子发现了之后 他才会主动去找说 这个马来西亚有没有这样的学校 嗯 对 东南亚有没有这样的学校 全世界哪一个是这样的学校 是很适合我要去的 当然他分析之后呢 就会有负担的问题了 那你需要有多少学校去做这件事情 那第二点你可能 我觉得父母还是要蛮坦白的跟孩子讲说 我们如果说我 我的储蓄我们所 你对大的财务方法 我只能给你到什么样的水平 其他的你要想办法 那如果说孩子真的有梦想 有热忱的话呢 他总是要自己去想一些办法 没有办法说完全靠父母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父母应该要放轻松一点 父母亲带孩子的话要放轻松一点 当然基本的对错价值观要交 但是呢未来是什么路 其实真的是要看他们自己啦 你不用去定说 是不是一定要认证啊 一定要政府承认的文凭啊 因为这个东西呢 是太不重要 因为有太多的因素 即使你今天拿到一个认证的文凭 我们话说回来 也真的不能够代表些什么 是是 以后的路 你是否能够办公司解决问题 是否能够解决到你目前所面对到的问题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说学校 如果说这个学校 全世界这么多学校这么多学院 你如果说这个学院 真的是口碑很好 创造出来的人才很好 那政府不承认这个学院 那是政府的问题啊 跟这个学院没有关系的 好的 那谢谢Mr.Dixon今天的分享 那通过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 Mr.Dixon也是有 给我们列出了几道 就是关于父母应该在这个新时代 应该思考的一些问题 而并不是只是执着于 文凭认证跟不认真的这一方面的东西 那在节目尾声之前呢 我们再一次谢谢Mr.Dixon 来到我们的节目 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将来如果还有一些机会 就是我们想通过节目传达给 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呢 我们可能未来还会再聘请Mr.Dixon 伤爱我们的节目 那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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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